台湾的所有人 大家好 走入北京都入这个地方 我心里百感交集 心里涌现一个无比深沉的悲哀 这个地方 民主进步党 是我们在座 我想每一个人都曾经出钱出力 流血流汗 共同支持的民主进步党 今天竟然堕落到 要用保全在门口挡住 让大家没有办法进去 然后关起逆势来开会 这个悲哀的境地 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悲哀的情况 我要问民主进步党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这些曾经出钱出力支持你的朋友们 到上面去跟你聊天报场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你能让我这些保全 党在门口挡住我们进去 都是被他出门口挡住 我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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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问蔡英文 半个世纪 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 为了台湾的民主 流血流汗 突然出力 你凭什么在三年 就把他给败光了 你不是败光了 民主进步党的特产 你把台湾的民主 所走过的每一项落都败光了 你把台湾人的身影都败光了 这些共犯 叫做蔡英文 叫做陈菊 叫做陈明文 叫做洪耀平 还有这些 躲在里面 赶出来的民进党 中纪委们 就是你们 消耗了台湾的民主 更可恶的是 你消耗了我们所有人 所有人在民主路上 的热情跟斗志 我要告诉你们 你欠我们的这些东西 你们十辈子也还不了 一个党内公开公平的民主选举 有这么困难吗 我要请问蔡英文 我要请问陈菊 不说定这么困难吗 做个正人君子这么困难吗 因为谈反当当这么困难吗 用自己的实力 将军人民的支持 这么困难吗 面对社会大众的质疑 光光明明 谈反当当的回答 这么困难吗 一定要做币吗 一定要在台湾2300万人前 演出这么丑陋的巨马吗 一定要让台湾的小朋友 演双双双的看着你们 这些大人 这些老人 光天欢日做币吗 做币吗 做币 不许 敢吓他呀 不要人呢 不要人 一个群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